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20年第48周的一周新闻周评 我们先看看周一发生的事情 2020年11月30号本周一 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批评 中共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在推特上放了一张漫画 这张漫画是一个澳洲士兵用刀架在阿富汗儿童的脖子上 这张假图片相当令人反感 澳大利亚要北京当局对此道歉 但是外交部的吕赞人发言人 华春莹大妈声称 中国字典上没有道歉儿子 这个事没有完 又引发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 创作此画的小赞人 乌合麒麟 在推特上批评澳大利亚总理 措施 那么日前就是上周发言的事情 中方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提出了反倾销税 从2020年11月28日起开启一系列的澳大利亚葡萄酒 征收107%到212%的关税 那么这个关税是比较高了 就是这个澳洲的酒在中国市场基本上就卖不出去了 这个引发了澳方的强烈不满 那么至11月以来 澳大利亚的下列大宗被禁止进入中国 大麦、糖、红酒、木材、煤炭、农虾、铜矿和铜金矿 那么即使这些货物已经付款并且到达港口 那也得返回 那么这个消息还没有完 下面还有 那么本周的最新的消息是 周五、澳洲的小麦又被限制进入中国 那么对此呢 每年向中国出口的小麦 澳洲也出口不了了 但是好像中国的粮食危机并不是非常的紧张嘛 对吧 嗯好 那么下一个新闻呢是关于香港的 我们知道香港有很多的外资企业 很多的香港外资企业把香港做为什么 亚洲的金融中心 桥头堡是吧 他开放灵活的经济政策 但是这个也将一去不复返了 境外驻港公司数目数十年以来首跌 而英美的公司撤离幅度最大 而另有4%的公司有意撤资 而这些公司都是国际的大公司 而外资撤走以后啊 中资进租的趋势十分明显 那么另外一个是关于林郑月娥的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有52%的市民给林郑月娥打了0分 另有64%的市民不满他的舔共实证报告 就是上周的那个实证报告 他的评分只有27.2分 这个评分是创1999年 有实证记录以来的最低分 但是林郑月娥的脸皮确实蛮厚的 所以是受过大陆教育的人 英国金融时报30日称 欧盟寻求与美国建立线联盟 我们知道前一段时间 这个欧盟跟中共打得火热 跟美国离得比较远 尤其是特朗普的这个 那个叫怎么样 美国优先的这种政策 但是最近欧盟也感觉到中共的崛起带来了威胁 所以他有意跟中国 跟美国合作来共同应对中国的威胁 报道称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 美欧关系相对紧张 那么不管这次欧盟 这个美国白宫是否易辱 但是欧盟都希望同美国修补双方关系 那么该报告称 2021年上百年欧盟美国峰会 将启动新的跨大西洋型议程 此计划将在12月10日到11日的 欧盟成员国领导人会议上批复 这是个好消息 欧盟和美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共 那么下面一个消息也是好消息 下面好消息是关于北约的 路透社周一报道 北约出台了一份名为NATO 2030的报告 这篇报告是西方的一群智库写的 这个报告包括了138项建议 该报告认为尽管俄罗斯未来10年 仍然是主要对手 北约啊 但北约必须针对中国及其军事崛起 而采取相对的对策 北约周四又发表改革报告 明确示警防范中国 而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表示 中国节起对北约安全造成重大挑战 并呼吁各盟国对此问题达成共识 这是非常好的消息 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还是把未来10年 俄罗斯作为首要对手 这个可能是北约从他的地缘政治上考虑的 像乌克兰不然是靠近这个 乌克兰不是北约国家 靠近俄罗斯 受俄罗斯的军事威胁 毕竟北约跟中国不直接的接了 但是我们在后面会听到 太平洋的有动静 这是真正针对中共的 北约毕竟跟这个中国隔着一个俄罗斯 所以他们把俄罗斯作为首要对象 这是从地缘政治上考虑的 我们可以理解 那么下一个是关于709律师王宇的 709著名的人权律师 金国英雄王宇律师 接到北京司法局通知 他的律师资格在10月30号被注销 其实他的律师资格早就没有用了 为什么 他的这个 他的这个律师事务所 就是著名的封内 封内所 已经在709大抓捕中被彻底的 共产党被共产党彻底的给拆毁了 但是王宇呢 他一直在跟这个 中共当局在斗争 不妥协 那么这次他为什么被彻底吊销呢 当局突然对他采取行动 可人跟他声援 因三天 罪被判刑的另一位人权律师 余恩生有关 我们在前面在推特看到了 他跟余恩生夫人徐燕合影的照片 好 我们关注王宇律师 那么另外一位金国英雄也是律师 他的遭遇是令我们很多男人非常的内疚 也印证了太监民族的这个 落实了太监民族这个称号 这位女士就是湖南的泼墨女孩 董瑶琼 泼墨女孩董瑶琼 周一在推特上发表了一段视频 是他本人的视频 该视频声称他不会妥协 不再惧怕中共政权 并指向当局仍然在严密的监控他 随后他发完这段视频之后就失联了 那么跟他有联系的 湖南诸州公民欧彪峰 因为声援董瑶琼 后被诸州国宝带走 被判行政拘留15天 今天我在推特上看到 欧彪峰的夫人魏欢欢女士 想去看守所送棉被 但喂谁 我也去过看守所 就是他那个地方冬天确实非常难受 因为他那个被子全是美味 上面的那个煤斑 全是黑的 可想而知吧 如果说什么地方 比中国监狱更艰苦 那就是看守所 欧彪峰我们都认识 我们也一起吃过饭 也接过面 真心 祝愿他能够挺过这一关 好 我们下面看看12月1日 12月1日 第一则新闻也是关于香港 香港始终是这么多天的首要的新闻 香港发生了很多事情 真的 我们看着香港一步一步的退后 在香港极具权威性的新闻媒体 中国电视新闻有限中国组 因为遭受整顿 全体编台人员宣布集体赤字 抗议管理层无理由解雇 新闻部员工 被裁册的中国组助理采访主人 黄丽萍感叹 与其被人阉割不如痛快离开 真的要为这位黄丽萍女士鼓掌 我相信你如果有那个BTO护照的话 我真的是先劝这几位女士 这些员工们去英国吧 不要再留在这个香港了 把香港交给中共吧 让它彻底的变成臭港吧 也彻底的向世人证明 文明来利水行舟 不进则退 所以自香港司法独立沦陷之后 新闻自由也即将沦陷 我们看到一些指标就知道了 在前几年 在97年之前 香港这些指标都是世界前列 现在已经是亚洲倒数 下面一个新闻听得像打鸡血一样 中国医保官员称 中国已建成的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基本医疗保健网 13亿多中国人看得起病 用得起药 但是我这里要说一下 这个叫基本医疗保障网 我觉得用词不当 应该改成基本医疗吸血网 或者叫基本割菜吸血网都可以 对吧 或者叫基本韭菜割韭菜指南都行 为什么 因为我这边有一组数据 中国的普通人 70%将他人生的大部分积蓄 这个大部分多少呢 我们再说一个70% 70%的积蓄 是在生命的最后关头 全部送给医院 那天朝的医疗 是不是一个吸血网呢 中国政府周二表示 明年也就是2021年 国内高校应届毕业生 预计突破900万 就业形势严峻复杂 我这个就觉得奇怪了 刚刚说这个天朝脱贫了 这么大的好消息 这么多怎么又就业困难了 你就不打自己脸嘛 对吧 那些那些那些边穷地区 他靠什么脱穷啊 你脱贫款又没有了 就业机会也不好 那他靠什么脱穷脱贫呢 我我是比较奇怪了 是吧 天上撒人民币嘛 人民币你傻了 得卖到东西啊 是吧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包大帝好像是不是有点像那个司马中 我觉得他好像智商是有点问题的 那么但是没关系 教育部替包大帝解围了 教育部网站发布 关于做好2021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 将推送毕业生去艰苦边缘的地区就业作为高校评价考核的重要内容 我说各位熟悉这种声音嘛 尤其是那些文革的知情们 熟悉吧 什么下山上 下乡上 应该叫什么 下乡下山又来了 是吧 下乡上山又来了 是吧 对吧 插队 所以说不要说中国没有文革 文革是始终没有离中国而去 中国就是文革的土壤 文革的天然的 滋养的土地 好 那么下面是关于加拿大 一项最新的加拿大民调显示 有七成受访民众 不信任中国政府在疫情初期所采取的行动 他们隐瞒了这个疫情的真实情况 包括它的源头 希望对新外病毒起源进行独立调查 更有超过八成的民众 希望加拿大政府 加拿大政府 采取强硬的政策 对待中共 我们现在呼吁一下 小土豆 请你硬起来 我觉得小土豆是硬不起来的 拿人手揽 所以要下一届 加拿大政府 要右翼上半才行 好 那么 我们刚才提到了澳大利亚又被中共霸凌 但是这次有十九个国家 超过两百个议员组成了一个叫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 简称RPAC 发起了全球买澳洲葡萄酒运动 宣誓一致拒绝中国的霸凌行动 那么为了表示支持呢 我是 明天准备去超市买两瓶澳洲的葡萄酒 其实我很少喝酒 喝什么酒都一样 但是为了澳洲 我要买两瓶酒 一个是马上过圣诞的 第二个是确实要支持一下澳洲 好 下面一个是关于对中国的战略方向的研究的变化 陈断言中国无法和平崛起的 芝加哥大学政治系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 约翰米尔斯海默很有名啊 是一个很出名的预言家 美国过去的愚蠢的外交政策 使得中国崛起成为美国的噩梦 在台湾南海与东海议题上 美国面临来自中国地缘政治和安全方面的竞争更加剧烈 而这种竞争比过去美术忍战时期的竞争更危险 我应该说这位政治学家 他的眼光是相当锐利的 因为他在八十年代曾经预言过中国无法和平崛起 而现在他又预言了 因为美国的愚蠢的外交政策使得中国阶级成为美国的噩梦 我们希望美国人趁早结束这个噩梦 幸好现在美国欧盟澳洲都在觉醒 而那个叫田不知耻的包大帝好像没有感觉到危机感 还有一种老子天下第一的这种酣藏灵异 好我们看看美国接着是对中共怎么去做的 美国国会下属有一个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 简称USCC 12月1日向国会提交2020年年度报告 呼吁国会及政府重视在与中国战略竞争中面临的风险与挑战 并在经贸安全政治与外交方面做出政策调整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政策已经开始转向 我们期待的是川普连任能把这一切继续下去 好川普连任之后四年之后2024年 我倒不希望这个彭斯副总统 我希望蓬佩奥上台 蓬佩奥这个人是一个角色 是一个狠角色 好12月2号周三第一则新闻又是关于香港的 当然香港都不会是好新闻 前香港众志秘书长黄之锋 主席林朗言和自由女孩周庭 去年6月21日包围警察署总案 警察总部案在九龙裁判法庭判刑 黄之锋被判录狱 13个半月 林朗言判录狱7个月 周庭判录狱10个月 皆不予唤刑 三人须及时入狱 周庭申请保释等候上述被拒 这个刑息比我当时预料的要轻一点 可能有其他方向的考虑 这三个人确实很有名 另外呢这个战狼粉红纷纷表示 这个判得太轻量刑太轻 如此判过大罪 应该判零尺处死 或者叫什么灭九族 所以我就说了 中国人他跟文明世界 他不是不是一个一个一个 这怎么讲呢 就中国人他始终是跟文明绝缘的 你要注意这一点 你好像有的人说是中共洗脑防火墙 你把中共洗脑防火墙拿掉 无论是在哪个时代 中国人跟文明都是绝缘的 这个问题我在我的其他节目中讲过了 这不是简单的制度的问题 这是中国的文化和信仰的问题 那么这个在周三还不算是唯一的坏新闻 周三还有一个坏新闻 是关于老先生的 这位老先生姓黎 就是香港苹果日报的驻媒传媒人黎智英老先生 在他72岁生日的前几天 再次被捕入狱 他这次呢又被构陷成一项叫欺诈罪 案件压制明年四月再生 不管怎么说 先关你半年再说 因为四月份还有半年 现在是12月 是吧 先把老先生关起来再说 至于有没有罪 这另一回事 这显然是从中共里面学下来整能的方式 而且这是经济罪 对吧 按理来说经济罪是可以保释的 但是他是不给保释 那么下一个新闻还是香港的 同日发生的事情 就是香港已经辞职的前立法会议员 民主党议员 许志峰于12月2号周三到达丹麦 随后宣布退出香港民主党 他在周五的时候呢 去了英国申请政治庇护 但是还有一个消息 是关于他的私人的存款 他与他家人的数百万存款都被中共冻结 这是我想起来库斯经常提到的一个新闻 一个消息不是新闻 就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 乔治华盛顿 他每年都可以按时领到 英国英格兰银行的分红 而英格兰银行的大股东是谁呢 就是他的对手是吧 英国国王乔治斯是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知道 中国跟那个世界文明差距多远 我刚才已经提过了 中国是文明的绝缘体 你要想通这个问题很难 很多人以为中国要来一个民主制度 来一个美国式民主 好了我告诉你 好像一百年前孙中山就这样说的 他也这样做 拨下隆总收获跳蚤 中国他需要的是价值观 道德体系精神张力 各个方向的改造 不是一个民主制度 我们也知道民主不是万人的 尤其看到本次美国大选 你就知道了 如果让中国人搞民主选举 那很多时候可能是事与愿违 好 那么下一个是关于台湾的 台湾总统蔡英文 出来挺二周的 所以蔡英文以适当的方式 来对澳洲人 打气来加油 他说了这样几句话 一起来挺澳洲的红酒 和澳洲站在一起 喝澳洲红酒 就是支持民主 支持自由 自由的酒挺民主挺自由 澳洲台湾都加油 就是蔡英文对澳洲的支持 那么下一个新闻 是非常有意思的 是一个段子 这个我们知道 环球时报主编是 大名林林的胡锡进先生 但是环球时报的副主编 大家不知道是谁是吧 现在知道了 环球时报副主编叫段靖涛 是一位女士 那么他跟胡锡进有什么过节呢 我不知道 反正我们在网上看到一个 非常令人振奋的消息 本周三环球时报总编机 胡锡进遭到了副主编 段靖涛实名举报中纪委 指他跟两名女下属 高姆和张姆有婚爱情 并生下了两名师生子 然后渔任华南 胡锡进出来扫地 我们要静看这个时代的发展 不知道包大利会不会要保这条狗 那么我们再看一看 今天我们提到第一个新闻 是战狼造之间 对吧 用假的图来讽刺澳大利亚 引起国际愚认 这个事情新西兰总理阿尔登也不干了 他坚决站在了澳洲总理莫里生这边 但是好像华达妈又不开心 那华达妈对此又指责 关你新西兰什么事 这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这中国人的思维是吧 关你什么事 下一个消息呢 是关于人权律师 陕西人权律师常伟平 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监视居住 日前跟他的父亲见了面 常伟平一时要求父亲转告妻子 不要为他的事发生 而家属怀疑常伟平在监视居住期间 遭受到了不人道的虐待 担心他不堪折磨会选择自杀 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都经历过这个监视居住 我这边不想讲 就等于相当把你关起来 失去人生自由 我觉得也就中共想得出来 也就中共想得出来 这种监视居住 他最差的 最可怕的是 你没有人跟你交流 你成天就是被关在一个小黑屋子里面 他精神上对你这种折磨 比做监狱还难受 好12月3号 12月3号呢 这个澳洲 情报当局发表警告 提醒很多受当地民众欢迎的中文媒体 包括网站 微信公众号 背后都有中共 所操纵和审查 部分更由中共直接管理 用于推动中国的全球战略利益 好了 澳洲人终于清醒了 那个榆木割大脑袋终于开窍了 千万不要乱下去 我们支持澳洲 下一个消息呢 是关于美国大选 自11月3号 美国大选到12月3号 就整整一个月 总统的归属 人为民党 虽然拜登宣称自己是当选 但是好像普通没有同意 而美国选举委员会也最终没有宣布 所以美国选举委员会没有宣布呢 总统的这个去向是未定的 我看呢 这场美国的选举危机 其实不能单单的看成是民主和宪政的危机 它更多的是信仰和道德委屈 因为美国那些左派们 他们想跟巴比伦大淫妇和谋 来陷害基督的精兵 特朗普先生 我们祝福特朗普先生 下一个消息是个大消息 美国国家情报总监 雷克尼夫 12月3日在华尔街日报上撰写 说 中国对美国构成最大的安全威胁 中国对美国的政治干预 是俄罗斯的六倍 我终于看清楚了 你终于看清楚了 中国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 全球民主与自由的最大威胁 这个观念我一直在说 我在我的各种节目都讲 中共的决戏是二战后 人类世界遇到的最大的威胁 因为什么 都明白中共是反人类的 是人都要反共 支持共的都不是人 为什么 因为中国人那些粉红们 支持中共 为什么 他们不是人 知道吧 他们跟人还有一段距离 看我的节目的朋友 不要生气 你先想一想 是不是这样 你的伦理结构 你的人权思想 你的价值取向 全部都错位 所以中国的问题 不是简单的中共的问题 这个我们讲过很多遍 对此美国的联络 议帅要向中国侵胁 终于做出调整了 好 这个还没完 美国众议院又行动了 众议院12月3日表决通过了 外国公司问责法 严格限制中国 中国公司在美国交易所上市 并设置了三年的期限 如果在美上市的中期三年之内 不仍向美国监管机构 提供他们的审计信息 他们将会被美国证监会 移排移除 证交所移除 下一个是振奋人心的扶贫消息 中共总书记 习大帝12月3日宣布 如期完成新时代 脱贫攻击目标任务 现行标准下的农村扶贫人口 全部脱贫 评困人口全部脱贫 贫困县全部栽贸 他并要求继续监测 脱贫人口与地区 及时帮扶 维持动态清零 我真的是满佩服 包达地的 他的扶贫能做到如此精准 真的 比那个美国的民兵战略导弹 还要精准 为什么 因为抱大地出手 必然神迹 是吧 我真的觉得就是 以前我想说的一句话是 比贪污腐败 更无耻的是反腐 比贫困更可怜的是扶贫 我指的就是这些 在中共的这个扶贫旗帜下 那些所谓脱贫的人 他们生死随天 无人问敬 他们不过就是那些政绩工程上 那些书记们的 那个政绩布置上的一个数字 所以我跟你讲 真的是 我也觉得自己上辈子 造了什么猎投胎去的天朝 还好脱支了 但是思想和文化的脱支 可能需要我一辈子去完成 继续努力吧 下一则消息是关于 特朗普对中共继续进一步的 这种措施 是关于签证的 那么纽约时报12月3日报道 特朗普政府日前发布新规定 缩减中国共产党党员及其家属 赴美旅行的期限 并把中国共产党的党员签证 每签啊 它的有效期间 我们知道每签的有效期间是十年 现在不是了 现在的每签的十年 缩短至一个月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 中共党员或家属 就是极其倾诉 那么他们的签证 陆美时间将受到极大的限制 从十年减少到一个月 那么下面一个是令人非常吃惊的 就是美国司法部官员说 自今年夏天 调查人员在美国多个城市 针对中国访问学者 隐瞒军方身份展开调查 以及中国驻休斯顿领事馆 这个是个间谍窝 被要求关闭以来 超过一千名中国学者 其实都是间谍 已经离开了美国 而现在呢 中国的情报人员 又盯上了拜登团队 所谓苍蝇不盯 无缝的蛋 所以拜老先生 你还是别当总统 你去监狱你养老吧 让中共官员陪登 你让中共的间谍陪登 真的 他如果真的进了白宫 我可以说是 21世纪人类文明的末日 还要花几百年重演文明 我不知道上帝 会不会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那就是文明的末日 好了 一向以左派著称的国家 德国 我们知道 德国是共产主义的发源地 纳粹主义的发源地 是吧 左派大本营 但是德国这次 发表了两年一度的人权报告 这部人权报告上 并没有太左 该人权报告 关于中国的章节中 宣称 除公民社会的限制 进一步收紧了 还提到了新疆 西藏和香港 在新疆人权状况 因压制监控和大规模的拘禁 而进一步恶化 而2020年6月230日的香港国安法的引路 令香港的人权状况 进一步恶化 德国也出了这样的任选报报 那么下一个是洗脑的 中国教育部发布最新数据 中国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总数突破10万人 过去五年中将增长60% 所以洗脑人才 洗脑型人才是按需分配的 所以中国永远不缺这种 为虎着仓 虎假虎威 叫投储即戏 反正不管怎么样 就是中国人为了吃大馒馒头 他们什么都愿意干 所以我跟你大家说一句话 就是用肚皮思考的民族 比那些有信仰的民族 它更难找到这种文明的方向 所以它是一个失败的社会 下一个消息是一个非常差的消息 我们知道上一周 伊朗核武器专家被以色列人干掉 这是伊朗人报复了 周四晚摩萨德 以色列著名的情报部队 情报部门摩萨德 情报官法米赫西纳维 在首都特拉维夫驾车等红绿灯时 突然遭到枪击 枪手当场发射了15发子弹 多枚击中了西纳维的身体和车辆 袭击得手后击手离开了现场 而西纳维重当后不知身亡 他被认为是两周前击毙伊朗和科学家策划人之一 伊朗这次复仇成功 我们静观事态的发展 好我们看看12月4号周五的新闻 我们知道有一个中国有一个著名的长租服务公司 也在美国上市的金融企业也好 反正玩的是新概念 叫蛋壳 今年11月开始蛋壳公寓爆出踩入危机 那么这场政府鼓励下的创新金融游戏 在疏于监管和中国经济下滑的状况下 土崩瓦解 我们听到一些坏的消息 比如说一位在广州的刚刚毕业的青年 选择了点南房东的出租房子 然后从18楼跳架 另一位网名叫歇女卫的小果子的这个女生 在微博上分享了两张在寒风中搬家的照片 写到了 蛋壳就可以下摇法外了吗 落实群体就没有人保护吗 不过呢 有的朋友发现小果子在今年5月 批评武汉日记的作者方方 甚至扬言要割掉方方的舌头的贴文被翻嘱 这位小粉红被社会主义 叫什么铁拳 是吧 略的鼻青年中 引起了网络的一阵嘲讽 所以有人评论呢 他是一个非常可怜的人 他的精神也住在蛋壳里 现在蛋壳破了 共青团联手蛋壳 亲手把自己用过的小粉红活埋了 所以中国的这些青年真的是很悲哀 真的很悲哀 被房子给绑着 好 下一个新闻是中国日报驻欧盟 记者陈卫华回应美国旅参议员 Masha Blackburn 批评使用了非常窝窝的言语 是Lifetime beach 这个不好听嘛 中国人说的婊子这样一个意思 来形容这名共和党议员 并指责他是种族主义者和无知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Masha Blackburn 原来是赞扬 美国政府禁止新疆的棉花入口 因为这个呢 是跟那个新疆的劳改营 囚犯劳动有关 然后他就指出了 中国在5000年的历史里 都充斥着欺骗和偷窃 从来没有改变过 这位吕先生真的是非常 非常看得非常透啊 这位参议员啊 我这边要给他稍微 点评一下 就是他说的5000年 这个时间是不对的 应该正确说法是3000年 除了3000年 除了5000年 改成3000年以外 其他都没问题 中国历史上 是就是充斥着欺骗和偷窃 你好像听官方宣排的 又大唐盛世 又是康贤盛世 我们已经说了很多遍了 中国的历史就是 人吃人的无限循环 王朝的无限循环 血流成河的无限循环 中国从来跟文明 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如果你认识到这一点 我觉得我们是发觉 去发觉 去发现文明根基 是来源于信仰的 一个起头 不然我们是永远不会承认这一点 中国就是零 好 尽管今年中国大米紧缺 中印又交恶 中国人一直说印度人是阿三 不过没办法 是吧 每米吃每米下锅也要低头 所以呢官方不得不从 印度 进口了 大米 那么现在目前2020年 中国的至少七成食品 依赖于外国进口 这个是相当危险的 为什么我要这样说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人口是非常多的 14亿 全球的五分之一 一个14亿的人口大国 它的粮食 71%靠进口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 这是非常危险的 我觉得你至少一半要自给自助吧 可以说改朝换代啥都不行 但是你真的是让他饿到极点 也可能会成功吧 但我们又想起来那个毛贼时代 有过三年大饥荒 农民饿的人吃人 也没事嘛 政权稳当当的 所以你千万不要用人的观念 来看中国人 因为全世界有两种人 第一种是正常人 第二种人是中国人 发现这个问题 我觉得你确实就没白看我的节目 是吧 问题在于就是 中国人在最极端的情况下 都快饿肚子了 他还觉得很牛逼哄哄 就跟我刚才前面提到的小粉红一样 他永远没有发现 自己应该要去做什么 要缺什么 我们要去做一些正确的事情 我们要去领悟神的教委 中国人永远不会想这些 中国人想的就是 这个国家好大 这个国家好伟大 我真的觉得蛮悲哀的 好 那么下面是关于欧盟的 欧盟的议会副议长 德国的毕尔表示 将推动欧台合作 他将以行动力挺 希望疫情允许下 访问台湾 这个是个大消息 我们知道今年早些时候 捷克的议长访问台湾 已向中共思维 德国联邦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 罗伯特·吕特根 呼吁让中国付出 最大程度的生育代价 我这边可以这样说 你把生育两个字拿掉好了 中国根本不在乎生育 中共在乎什么生育啊 是不是啊 你跟中共讲生育 他就是婊子养的 他也不要捏 所以你这边不要讲什么生育代价 应该是最大程度的代价 让中国付出最大程度的代价 说实话嘛 德国你好歹也是当年的第三帝国嘛 是不是 除了美国就是你能打了嘛 对不对 我们设想一下就是 好像中国人 小粉红总的说要打美国 美国咱们不说了 你跟德国打打看能不能打过 是吧 德国应该是军事力量第二强啊 真的跟俄罗斯打俄罗斯打不得国的 他的军事工业 他的机械制造业 对吧 嗯 所以呢 德国欧盟和西方国家 现在已经开始行动了 他们可以做些更多的事情 反复戳其痛楚 督促外界 外界关注中国违反条约的行为 并争取活动人士获得释放 他们原来是为了争取活动人士的释放 嗯 这也是从人权的角度去出发 感谢德国 好 那么下面一个是关于 气功大师马宝国 混元太极 守 马宝国 大师 这次对他说不的是 党媒人民日报 党媒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 题为 马宝国闹剧该收场的文章 为马宝国敲响了上中 文章指出 马宝国的一些言行 实际上就是哗众取宠 遭遥撞骗 说到底是一场闹剧 马大师的装逼闹剧 终于可以收容正经了 连我党都看不下去 其实这个人就是笑了 号称自己打边天下无敌手 然后上台几秒钟 被能打得鼻息年重 说对方不讲武德 哎真的 其实马宝国他的形象 就是中国文化的形象 装逼不要脸 美国国务院12月4日发表新闻稿 对从事具有强制性影响力活力的中国官员实习制裁 下一个是大人物 吓很糟了 谁 胖子 蓬佩尔 国务卿蓬佩尔在新闻稿说 今天我们根据美国移民和国际法第212条A3C条行使职权 对从事该活动的中国和中共官员 或参与中共统战部门活动的个人施加签证限制 所以那些华强们要注意了 你不能被中共统战部门统战 新闻稿最后写到 美国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停止使用胁迫和恐吓的手段来压制言人自由 美国将继续关注并回应关切这些 好 谢谢朋友 好 下面是一个关于矿烂事故的12月5日 重庆市永川区吊水洞煤矿 12月4日发生异氧化碳操线事故 截止12月5日7时已成功救出 幸存者一名 发现遇难者18名 收救工作仍然在紧张进行中 不知道中国的这个矿烂每年死多少人 有人统计过 但是我们不知道真正数据 因为那些黑矿工艺 那些盲山盲井所体现出来的 中国经济真正的橙色 我们就知道了 这个所谓的GDP世界第二 这个所谓的大国 都是那些镰刀们的春梦 是韭菜们的噩梦 这种梦你千万不要做 下面一个是关于教师和宗教信仰 浙江温州是中国的家庭教会 基督教家庭教会的比较活跃的地区 浙江温州要求教师签署 不信教承诺书 彰显当局打压宗教自由的力度 再次升级 包含有诸如饶固树立马克思主义宗教观 加强无省认教育学习 不信教不参与任何宗教活动 不在任何场所宣扬和传播宗教 不宣扬封建迷信 不搞封建迷信活动等等 你看他这边有一个非常邪恶的东西 是把基督教当成封建迷信 那么基督教是封建迷信 那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 马克思主义是宗教还是什么 你如果说到马克思主义是真理 真理科学可不是真理 对吧 这个我们今天不展开了 好 下一则是日本和英国的 多名日本政府相关人士 在5号透露 英国海军明年初 将在太平洋地区布局航母战斗群 英国现在最尖端的一艘航母 伊丽撒白旅王号 开始布置亚太地区 我不知道这个行不行啊 真的大英帝国海军 已经这么多年没操练了 自从二战被日本跟德国揍了之后 大英帝国海军就没抬起过头 是吧 而伊丽撒白旅王号 居然是一个常规动力 还不是核动力 我真的是蛮佩服英国人的 勇气的 但是英国人的小弟 应该是了 他现在是大哥了 美国海军部长布雷斯维特宣布 将重建太平洋第一舰队 作为一支远征舰队 主要负责印太地区 好消息啊 是吧 所以这是美英共同行动啊 最高兴的是日本人啊 是不是 日本他其实是被这个和平宪法 跟那个安保条约绑着 因为他不好扩军 不好 因为二战的缘故嘛 是吧 我真说话 日本跟中共打仗谁能赢啊 我还是那句话 中共跟日本在开战一对一啊 我们不谈其他的啊 不谈美国跟英国 跟日本占一条战好 然后打揍你中共啊 一对一 那么这个结果 比当年的抗战好不了多少 你被打趴下去了 曾经说过嘛 这个一个日本司团 打国军的三个军 对吧 那么一个国军的 一个师打共军的三个师 共军就三个师 八路军嘛 对吧 所以呢这样可以说吧 就是说我觉得真的 日本真的要跟中共打的话 那结果真的是非常惨 中共被揍得满地着想 好 下一个是国务卿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又放大招了 他宗旨了五项被伪装成文化交流的 美中交流计划 他声称这些计划是北京当局 作为大外宣的工具 参与者多是中国官员 而非一般百姓 这五项计划被彻底中止了 包括 中国教育旅行计划 美中友谊计划 美中领导者交流计划 美中跨太平洋交流计划 以及香港教育与文化计划 你看他这边打的都是友谊文化 其实他们都是什么 中共派戒列过来 还是蓬佩奥看得清楚 好歹人家是西点军校的第一名中情局前局长 是不是 所以彭卿要真的是接着川普干下去 我觉得人类消灭中共是有希望的 如果民主党在四年之后再上台 或者说是这个 这一届通过做假票就把拜登选上台 我觉得中共 未来是肯定是 这个世界的未来是属于中共 所以 美中友谊的小船 说翻就翻 但是我们期待蓬佩奥有更多的组合拳 我并不想在明年看不到彭卿的表演 彭卿实在太厉害了 下一位也是关于美国的战略预测 美国克莱蒙特麦肯纳学院的政府学首席教授裴敏兴 他是系统研究中国民主化问题的华裔学者之一 他将习近平上台后 以吸取苏联垮台教训为由 加强极权 加强一党专政的路线 称为斯大林主义 并宣称 2035年中国有望在经济发展的情况下 取消一党独裁 好吧 各位听节目的朋友听清楚了 2035年 你还要等15年 30岁的小伙子 等15年是45岁 45岁的中年人 等15年是60岁 我们慢慢等 总有一天会等到 习大帝退位的 做梦嘛 所以我说 这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 根本就没研究到底 什么斯大林主义 人家习大利根本就不炒冷饭 没有所谓的新斯大林主义 只有习近平主义 12月5日 在美国纽约曼哈顿 发生一起火灾 美国纽约曼哈顿的中东协同教堂 被大火烧毁 教堂内有见证美国诞生的自由中 那么幸运的是 自由中还完好无损 我们看看今天的消息就是周日 美国国会参议院情报委员会 两党领袖发表联合声明警告 共和党领袖就是 加州不错错了 佛州参议员那个他 卢比奥 警告中国共产党不会放弃 追求主导世界的野性 中国对美国构成的最大威胁 声明呼应了美国情报总监 拉特克里夫报告所称的 中国是我刚才提过了 至二战以来 对美国和世界民主自由 最大的威胁的论点 还好 应该说美国朝野达成一致了 现在我们希望是 川普能够顺利的当选 而不是拜登上来 来跟中共投储机器 那么所有的努力 都是白费的了 我们要担心这一点 下一个消息 更令人非常的惊骇 今年来美国引发的 在美国中共 令人非常关注的千人计划 只是中共庞大海外人才 引进行动的冰山一角 这些计划涉嫌知识产权的盗窃 经济和政治的间谍活动 可以说 中共千人计划的成功 它背后就是中国文化 博大精神认 中国领先人 中国崛起人 这一系列的一种错觉造成的 海外华人必须要有一个 非常清楚的一个消息 你是属于所在国的 我是荷兰公民 你是法国公民 你不是中国人 你要清楚这一点 你要接受你所在国的价值观 另外跟中国人 中国文化 切割到底 注意不是中共 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向拜登示好 他说 美国如果改善对华政策 中国愿考虑重开美国驻华领事馆 所以这个又叫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美国人千万别上当 你指望中共重量 修斯顿领事馆就是个间谍窝 狗敢不要吃屎 当然这个苍蝇不定无缝的蛋 所以拜登上台 他不但可以给中共叙血 他还有一个大的影响 就是从此 美国将被中共助空 华尔街将成为中共的后台 我们拭目以待 那么拖延的两个月 未出现的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在12月有望通过 美国国会议程安排 众议院将于周一 也就是明天 就香港人民自由与选择法 进行全体审议表决 如果法案通过众议院通过 将交给参议院和美国总统特朗普签订 好 本周六 在法国巴黎和其他大大小小城市 共有90个游行队伍 约有5万人上街游行 以反对政府的整体安全法案等措施 游行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条 那么下一个是中国的一个消息 这个消息是早婚 但是这个早婚的年龄啊 确实是令人有点惊讶了 中国网络近日流传 广东一名高中生 迎娶初中生的影片 引起外界关注 官方证实当是男生 高中生17岁 女生也只有13岁 初中生 两人是自由恋爱 而双方父母居然按照荣村习俗 为他们举办了婚礼 所以你说的这个愚昧不是这两个孩子愚昧 他们的父母都是愚昧的 中国人等于愚昧 你同意吗 好你不同意是吗 我们看看前面我所提到过的 那个蛋壳公寓那个女生 那个国田 还有跳楼的那男生 还有画那些漫画的乌合麒麟 包括战狼外交部的赵立坚 你说他是不是愚昧啊 还包括华春莹 华大妈 包括那个精准扶贫的习大帝 是不是愚昧啊 中国人就是愚昧 为什么愚昧啊 因为中国人不晓得真理 诗篇已经说过了 什么 智慧来自于什么 来自于上帝 来自于耶和华 这么简单的道理 所以我有的时候 真的我在有的时候 做这个关于信仰的方面的话的时候 我就想 如果你连一本圣经都没看 那我觉得你根本就无从 就根本对人类的文明 就根本就没有一个彻底的理解 好12月6日 我们知道这个贵州啊 拿得出来的旅游经典 就是那些苗寨 贵州前东南雷三县西江 千户苗寨 这是中国最大的一片 木制的苗寨结构 景区那些房屋 今天失货 12月6日 昨天 12月6日还今天 失货 这个千户苗寨 是中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 房屋密度最高 最有观赏价值的吊脚 木柔建筑群 今天 复之一句 我曾经有一年我们弟弟老师嘛 是有一次去活动去什么贵州苗寨 我的天啊 怎么去那种地方 是吧 我抗议 我就没去 去是一点意思都没有 一点意思都没有 都是一些低数的文化 他根本就品不出来所谓的少数民族的文化优越性 我看不出来 好 下一个是关于美国的外交人员 我们知道广州领事馆出过一件事情 领馆的人员受伤 现在有了结果 美国国家科学院受美国国务院委托调查 于12月6日发布报告称 美国驻广州领事馆人员被音频 骚扰 并出现轻度劳损伤的事件 是微波辐射导致 最后呢 我用一句话来结束我今天的这个一周新闻点评 这句话是黎智英先生说的 黎智英先生说 我一直希望中国改变成为民主国家 我错了 这是一厢情愿 恰好我今天在推上看到了一个 苹果日报 所说的 一个大时代的开始 香港信有明天 那是1997年 7月1日 苹果日报的头版头条 那将是一个讽刺的历史 当时所有的人 包括香港人可能都没想到 那天不是他们自由的开始 而是他们如意的开始 好的 感谢收看今天的一周视频 我们下周见 我们下周见